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早已是人民的公仆嘛 他就不能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 雨水之欢嘛 再说了 就是为人民服务 革命工作也不分贵贱嘛 我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牺牲点色相算什么 就相当于我牺牲点床上时间 换取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有错吗 有个国外学者问中国专家 我想研究中国的历史 请问去哪个城市好呢 中国专家就回答了 你想研究中国的唐朝文化 就请去日本 宋朝就去韩国 元朝就去蒙古 明朝就去缅甸 清朝就去香港 民国就去台湾 要是去想研究中国的未来 那就去美国 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嘛 就看上朝鲜就行了 好的 战友们 这两天网上最热的新闻就是郭总又起诉了一拨人 这就再次印证了兔哥所说的那句预言 2018将是诉讼之年 近30年的口炮民运 什么捐款民运 从今天开始将会逐渐的退去 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民智开启 很多的中国中产阶层 甚至是富豪企业家 将会越来越多的加快移民海外的脚步 他们的到来呢 必将会引起海外老民运 更新换代的大潮 什么那些口炮党 捐款党啊 都会慢慢的退出中心的主战场 那些有钱的 有思想 有勇气 有战斗力的富豪们 将会成为民主自由法治的极先锋 这两天呢 我看到新闻说 中国的周孝正教授啊 也正在办理美国移民 真是替他高兴啊 人非圣贤 孰能无果 自古呢 狭不掩狱 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各自的缺点和毛病 要是老放大别人的缺点 忽视或者无视别人的优点 和别人为民主自由法治做出的贡献 第一呢 说明你的气度就太小了 你本身的质量呢 就和你嘴里说的口号就不一致 第二呢 本来我们的目标 应该是一致瞄准独裁和贪腐集团的 而你们呢 却拿出大量的时间 帮助贪腐集团 打击那些爆料的人啊 你们这些人的司马昭之心 不但被很多同胞唾弃和嘲笑 还一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现在呢 我就请你们自己 去看看你们以前发过的文章 或者自己的推文 你们都在抨击谁 你们为了自己的那点面子 离你们自己的初心有多远了 也请你们呢 收拾一下自己疲惫的身体 去等一等你们那颗曾经善良的心 虽然呢 现在你们被起诉了 但是我相信呢 你们还是革命者 从我的个人角度来看 我愿意同你们一道 去迎接新中国自由 民主和法治 这就好比呢 举个例子说 屋外呢 有个老虎要吃人 屋里呢 有三个人 不是同心同德的去研究 怎么对付外面的老虎 却在里面乱成一团 只找别人身上的缺点 然后呢 试图某两个人合伙 把另外一个推出去为了老虎 以求向老虎邀功 祈求老虎放过自己 真是滑稽无比 这点常识我估计连小学生 都会看清楚 好 我们继续呢 就来说 关于李旺洋雕像的捐款事件 关于这件事呢 我已经做了两期节目 在第二次呢 节目播出以后呢 我收到了雪片般的来信 很多呢 都是揭露唐柏乔先生的 其中呢 有两篇非常长的 一个呢 是郭靖律师写的 一个呢 是三妹女士写的 还有很多啊 什么激励我的也好 激将我的也好 有很多呢 都是告诉我 千万别失眼 继续的追踪雕像事件 其实呢 我本人本身啊 原来是要出视频的 因为呢 前段时间呢 唐柏乔先生的母亲过世了 同时呢 我也被唐柏乔先生 给拉黑了啊 我就给唐先生团队的 一位非常有名望的推友啊 发过去了我的一段 歉意的推文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 不知道唐柏乔先生的母亲过世了 本来呢 唐柏乔先生 为了中国的民主呢 回不了国 进不了校 我不该在别人呢 伤心时啊 向伤口撒盐 同时呢 也向唐团队的 占有承诺 近期呢 不会出涉及 唐先生的视频 我写这段话的意思呢 不是说我有多么高尚 我只是感觉呢 谁家都会有特殊的情况 任何一个漂泊海外的游子 无论是何种原因 无论何种立场 无论他个人的私德如何 我都无权去干扰他们 悼念自己的母亲 我也不应该呢 在他最脆弱的时候 落井下石 我们要战斗 就要等他擦干眼泪 再开始跟他战斗 要不然呢 我们就有胜之不武 趁人之危之险 这几天呢 我听说唐柏乔先生呢 又开始出视频和推文了 那么呢 我的质疑呢 也就要跟上了 从唐先生把我拉黑这件事呢 再一次印证了 某位80后民主人士的判断 就是唐先生这个人呢 格局不大 心胸不大 其实呢 我本身就是一个说书的 江湖义人 凭着三寸不滥之蛇 混口饭吃 我质疑你几句 你就把我拉黑了 这距离你啊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的民主自由法治 是何等的遥远和讽刺 我想呢 大家看过我这几期视频以后呢 若谁还会再相信你会带领我们 去走入言论的自由 法治的民主 我想那绝对是脑袋被鱼踢了 是吧 有些人呢 说我出的视频就是打唐啊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从来没有说过 唐白条先生是特务之类的 而菜叉相反 唐先生很多时候呢 把别人或者揭露他的人啊 或者欺贫他的人 说成是特务了 或者是什么有特殊的背景啊 之类的啊 他挑衅我 因为他是中共的特务嘛 他肯定是个中共特务嘛 那冯胜平我刚才说的 他捐他来来了 那是公认里面 民运里面公认的特务 他也来参与这个会议 凑人数 什么共匪骗子 谁给认证的 去美国政府举报了吗 连举报都没举报 怎么就定性 他是共匪骗子的 你比美国法院都大 你常安清裁决我这个骗决 郭文贵裁决我这个骗决 我就算数 常安清你是法庭 你的法庭比中国政府法庭还大 你家里开的吗 郭文贵家里开的吗 这个骗决这个是谁裁决的 有谁告我了吗 告都没告 都没有人去起诉我 没有人不要说刑罚 民法都没有起诉我 民事法都没有起诉我 你怎么就给我定性了 我是骗决的 而我呢却始终在 百事实讲道理 用证据说话 这也得到了 唐柏乔先生团队的 一些战友的肯定 金无足事 人无完人 我始终呢 对任何事 都会一分为二地看 不搞一忘地打死 那种非黑即白 非好即坏的判断 在我眼里 其实就像狗屎一样 臭不可闻 那些呢 我认为就是文革思维 就是和民主自由法治 背道而驰的 而我个人却认为呢 我始终在善意地 给唐先生提意见 让他把有些事情呢 放下包袱来 轻装前进 当你有些事情 始终不说清楚时呢 或者和以前做过的 不能自圆其说的事 做出一个明确的切割的话 别人呢 就总会拿出一些事情 来否定你的所有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啊 有三件事情 唐先生有必要给大家出来澄清 第一件呢 老生常谈 李旺杨先生 雕塑的捐款事件 唐柏桥先生呢 已经出来做了两次回应了 但是呢 都被无情地驳回了 这是大家谁也不能否认的 前两期视频中呢 我也都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现在呢 大家都在等着唐柏桥先生 说拿了这钱 还是没拿这钱 这一句话 唐先生只要不说 我们就要一直的质问下去 这个雕像这件事呢 你唐柏桥先生呢 是发起人 那四张支票呢 也是你寄给田庚先生的 你也亲口承认了 这1202美元 所以呢 你就应该呢 对这笔钱 负有监护的责任 要么 你去找田庚先生讨要 要么你就给大家解释 这钱干什么去了 世上本来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就会变成路 既然都变成路了 那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吗 唐主席是个聪明人 应该懂得 我说的意思 在此呢 也像和唐柏桥先生啊 有过过节的 各路诸侯 吐格公开的喊话 田纳西州的田庚先生 手上呢 有四张唐柏桥先生 寄给他的四张 捐款支票的存单 请你们呢 去联系田先生 去核实 这四位热血同胞的姓名 去花点时间 哪怕是花点钱 去鼓励这四位热血同胞中的 哪怕是一位 去举报这款项被侵吞 被贪污 去请求美国司法的介入 我们也一定找出 唐先生和田先生之间的坏人 也好呢 给好人怀疑公道 这比我们啊 谦谦骂债 有意义 同时呢 我也向你们二位呢 高声的喊话 你们二位 不管谁拿了这钱 只要在镜头前 九十度鞠躬说一句 对不起 我错了 把这钱再拿出来 我吐格呢 今后也绝对 不会再提这件事 我说到做到 但是呢 我特别胆感和憎恨那些啊 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肉烂嘴不烂的人 大丈夫敢作敢为 犯错不可怕 犯错了 你还死不承认 不但是不可怕 还可恨 而且还可能触犯了 美国的法律 有些人呢 我想也会因此会被遣返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 没有气拔山河的胸怀 就别想当什么 这个主席那个领袖的 借用一句 天下无贼里边的话 老大拼的不是能耐 老大拼的是胸怀 你没那个胸怀 就别让别人 把你捧的那么高 到时候摔的会很惨 第二件事呢 继续质疑 唐柏乔先生学历问题 我先声明 你什么学历 都可以搞革命啊 我不是小学都没毕业吗 也没人出来说 我是什么假学历 造假什么的 是吧 这个学历事件出来以后呢 唐柏乔团队的人 天天在推上喊 什么革命不分学历高低 难道大学没毕业 都不能搞革命吗 我今天呢 就痛快地回答你们 这些问题 以后你们也不要再说 这些简单的问题了 搞革命 绝对不分学历高低 别说大学学历了 是吧 小学毕业也可以搞革命 你们不要呢 偷换概念 我们质疑的呢 是那些说假话的问题 不是质疑搞革命的门槛问题 再一个 你说到学历 唐柏乔先生 那你有学历吗 你哥伦比亚大学 那个学历我质疑的 你有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international affairs school 那个master degree吗 你给我拿出来 那个维基百科英文 写的清清楚楚 写唐柏乔 有哥伦比亚大学 master degree 就是硕士学位 一般情况 这种维基百科 都个人提供资料 学历的东西 没有个人提供 别人不会给你写 那唐柏乔先生 请你把你这个master degree 硕士学位拿出来 你说了 好 你可以辩解 维基百科不是我写的 别人编造的 好 你自己的推特 写的清清楚楚 起码现在我做视频之前 上去就看了一下 你写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毕业 毕业这两个字 代表着你有学位 它叫毕业 大家看看 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的 学位证书 就这个样子 如果唐柏乔在这个学校 真的拿到了学位 他就应该有这个 这个毕业证书 那就请唐柏乔 唐柏乔夫人 你把这个证书放到网上 我们大家来核实 有没有这个学位 同时呢 网上也有热心的网友 把唐柏乔先生 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的学校回复 已经晒了出来 哎呀 这个唐先生啊 我替你的智商着急呀 我估计呀 你万万都没有想到 这快二十年了 还有人拿这个东西 出来来说事 还是那句话 每一句谎言背后 要有另外的十个谎言 来维护 同时呢 我也告诉你 你也省省心 你以前的那些亲密战友们 把你的什么维基解密 维基百科上的 什么谷歌上的 以及在什么大纪元 什么很多媒体上的 等等 关于你学历介绍的东西 全部都已经留档留好了 同时呢 我也听说啊 好像现在有人啊 在网上 就专门删除了一些 这方面的东西 做了很多功课 哎呀 我们倒要看看 到底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还是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哎呀 你不是说要去台湾 起诉曹长青先生吗 曹长青先生的这些粉丝 可是真多呀 哎呀 你可要千万记得啊 你自己说的那句话 叫什么来着 只要你有一件事撒谎 那你其他的事都不可信 那叫穿帮 OK 这两者必有一个是假 或者两者都是假 如果说必有一个假 他已经是撒谎了 就是叫穿帮 你千万记者 把你那些没修改钱的 关于你学历介绍的东西 都带上 省得别人拿出来了 搞得你被动 第三件事 唐柏桥先生呢 在2017年民主大会前呢 有两段互相矛盾的视频 我马上下边就给大家放 我认为呢 这段视频里边有三处硬伤 第一呢 2017年的8月2日 他公开说 2017年的民主大会 新教授呢 出一部分钱 剩下的部分呢 他自己来出 不接受任何人的捐款 说的可谓是铿锵有力 斩钉截铁 欲阴绕梁啊 但是没多久 不但是捐款了 而且还捐了4万多 大会呢 大概是花了2万5 还剩下了1万多 那我就质问 这钱哪去了 你专款专用了吗 第二 唐先生说 以后呢 会请专业的会计公司 来负责以后 所有的捐款账目 结果呢 不但专业的会计公司没请 还和负责监督大会 财务状况的 赖建平先生 闹得不亦乐乎 结果呢 赖建平先生 连出了三期视频 不仅谴责了唐柏乔 把民主大会 搞成了唐家大会 还说出了 唐家大会的财务不透明 可怜的老头 可怜的赖先生 本来怀着一颗 想给唐柏乔先生 洗白的心啊 结果碰了一鼻的灰 第三 唐柏乔先生呢 在下面的视频中说 以后呢 再也不会再接受民运的 一分钱捐款 他自己有办法 能生活的很好 结果呢 不但是要了大会的捐款 还想要个人的捐款 大家请看视频 给出答案 所以这一次啊 有人也问到了 我们开这个会 开这个民主革命 这个大会啊 在纽约 那个资金来源 有人问到了 我觉得问得很好 我们一切都透明 是吧 有些要保密的事情 那大家也能理解的 但是这种东西 我们是可以透明的 那新教授也表示了 是吧 这个新教授说 他会占助 一部分这个开支 那么我说新教授占助的 那一部分之外的 那一 剩下的那些 这个我来承担 那如果开支 根据开支的多少 剩下的我来承担 那个 然后最后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报表 一个一个开支情况 我们会向大家告 就报告 是多少钱 然后 这个 我们这一次呢 不准备接受捐款 有人提出了说 应该捐款 这一次 这个非常谢谢大家的 好意不捐款 那个 而且今天 你想我今天收到 这个信说 你们如果把心理组织 建立起来的话 我可以 我愿意捐10万美金 另外一个人说 我愿意捐10万美金 那就已经有限 就这么开口了 那我当然 我现在不会接受 任何捐款 你们大家放心 我不会接受任何捐款 我们大家痛令失痛 我们今后一定会 完全比照 美国的做法 比照 其他反对派运动的做法 我们会请专业的会计师 这个管理公司 来给我们管理财务 好了 那我看 这个大家的想法 我也就了解了 那我们以后再有机会再交流 今天就到这里了 你出于1000块 不用了 谢谢 这一次真的不需要 当然我呢 今天表个态 我是这一生 不准备在 从任何这个民运里面 拿任何一分钱 因为我已经 心里有谱了 就是我会能够 有这个能力 让自己是吧 通过别的方式 去让自己这个过程比较普通人的生活 然后有一天他提出来了 他说那谭先生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大概需要多少 然后我跟你把钱打过去 然后我就接到他原来那个话 因为他公开的 我就说那你就打10万吧 然后他就后面就回了一个 他说你们答会不是只需要2万吗 然后我知道他可能有些误会 觉得或者我们之前焦虑误会 他想到的是 要支持那个大会的2万 我想到的是 他曾经公开说的 那个10万到20万 给我的捐助 所以这次误会 然后我就马上给他解释 我说我以为你提的是那个 当时你说要给我捐10万到20万 那件事情 那时候大会的话就需要2万 就这么一个对话 结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从小奖那里拿到以后 公布出去了 然后大家就是天有假处 是吧 肆意对我进行攻击 人身攻击和污蔑 所以我去骗 这个也叫骗娟 是不是很搞笑 还肆意什么对你人身攻击了 这还用别人攻击你吗 这都是你自己的原话吧 唐百孝先生 为什么那么多人发文章揭发你 跟人家是不是特务没关系 跟你这前后说话不一的言论有关系 我希望你们这些公众人物 尤其是这些经常要接受捐款的民运人物 说话一定要负责 说话要走走脑子 看看你们前后说的是不是一致 人都会说错话 说错了不要紧 一定要先道歉 更正以前的言论 视频上说错的 一定就要在视频上道歉认错 不要在视频上说错了 跑到一个什么无名的网站 发一个大家谁也看不到的纠正小文章 耍着些小聪明 这就属于信息不对称了 对不对 荷兰的莉莉先生 专门就说到了唐百孝 回复某些问题的隐秘性 他的有些回复 一般人根本看不到 另外最近网上有一段唐百孝团队 某骨干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李旺阳是反共阵营的英雄 做雕像 理应反共阵营的人发起和制作 陈维明先生 我敬重他 但他这次做的雕像 已被共匪骗子所利用 太可惜 也是共匪太可恶 我希望海外民运 能发起一场雕像反共运动 不仅重新制作李旺阳的雕像 还要做彭明 以及活着的英雄王炳章的雕像 我来拆分一下这段话 李旺阳是反共阵营的英雄 做雕像 理应反共阵营的人发起和制作 大家说这句话 搞笑不搞笑 那我就问你一下了 那唐百孝先生算是反共阵营的吗 是不是先由唐百孝先生发起的呢 捐款呢也捐了 怎么就不制作呢 那钱呢 你发起捐款 你接受捐款 五年不但你不做 还不告诉大家的钱去哪里了 那现在别人自掏腰包做雕像 你们还在这里冷嘲热讽呢 那大家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我用事实告诉你们 什么叫帮倒忙 什么叫猪队友 顺便说一句 这位女骨干也已经被富豪倾诉了 还有后面一段 陈明明先生我敬重他 但他这次做的雕像 已被共匪骗子所利用 太可惜 也是共匪太可恶 我希望海外民运能发起一场雕像反共运动 不仅重新制作李旺阳的雕像 还要做彭明 以及还活着的英雄王炳章的雕像 哈哈哈哈 可笑可笑 可笑可耻可恶 什么共匪骗子 谁给认证的 去美国政府举报了吗 连举报都没举报 怎么就定性 他是共匪骗子的 你比美国法院都大 你们第一个发起的捐款 五年了 不但雕像没见到 钱还被你们取走了 五年后人家别人把雕像做出来了 你们还要发起一场什么反雕像运动 还什么这个 还什么要给这个做那个做的 这么严肃的问题 在你们眼里 已然成为了打击一己的工具 成为了给别人贴共匪标签的符号 你们把一件非常正义的事情 搞得这么龌龊 你们那些看似正义言辞的语言背后 到底裹挟了你们多少自己的私货 你们的目的 谁能不知道呢 另外你们以后呢 愿意给谁做铜像都可以 那是你们自己的自由 但是第一 别捐款 自己掏腰包 你们已经消费英雄一次了 不要再消费英雄了 因为我们的捐款会不翼而飞 第二 别声张 脚踏实地的去干就好 等你们做好了 我兔哥给你们点赞 此外呢 那个80后的革命者 天天拿着李旺洋的铜像 出来说事儿 看着 明面上好像是在羞辱唐柏桥 其实呢 他的智商那么简单吗 恐怕是你想简单了吧 他始终是在羞辱另外的一群 昨天的视频里 已经全部都挑明了吗 只是你呀 没有看明白罢了 好 某报社招讯新闻记者 请报道粉书坑儒事件 一考生打 学校图书馆 意外发生大火 一群学子不幸遇难 几十万珍贵的古迹被焚烧 秦皇赶到现场指挥抢救 沉痛哀悼死念者 严厉查办有关部门 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到目前为止 现场家属 情绪十分稳定 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哇 社长一拍桌的 他妈的真有才 救你了 好 谢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中国脱口秀 请大家多多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